这傻娘们又买了一个锅 但是拜托 我在日本的一个亲戚也寄过来的 不过寄得真快 三天就寄到了 我们出发去抓生蚝 刚刚到荷兰 在高速路上 一个特别破的休息站 很可要扔袜子 先喂孩子吃一顿 因为他们肯定也吃不了多少生蚝 今天天气也不是特别好 乌云蜜露 我们开了三个小时终于到了 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这边是农田 看到吧 这边都是农田 然后这边 就是浅滩 这边就是浅滩 生蚝呢 就在这种泥里头 是吗 你看那边有人在捡 那边全都是浅滩 看了 然后比较哇塞的呢 是这是一套别墅 这套别墅就孤零零了 你看周围什么建筑都没有 就这一套别墅 我这特别现代化的一套别墅 它给圈上了 它自己家了 然后我就想 刚才我从那边过来的时候 这像拉着帘呢 但是它这个梁是有点斜的 里头的装修 我就想这是哪位大富豪的别墅呢 不是 这看起来像是他们家的私家海滩似的 好 出发 哎哟 这都是生蚝的壳 你看到了吗 全是壳 我靠 我靠 但是这种是标准的 把这水槽都推出来的 这个好 这个 这个水槽上的好一点 因为这好像泥太多了 咱不能小心 小心点啊 都是泥 对啊 都是泥 都是泥 这个应该差不多吧 这应该是 但是有泥的就不好 不行 这里都不像磁 你看这个都开开了 我捡到了第一个 挺好的 但是这个不要往里扔 咱们要捡生蚝 咱们不捡这种没有用的贝壳 可惜我没穿个鱼鞋 我要穿个鱼鞋就好了 看这边靠谱 靠这儿 这个应该响了 这个呢 空了 都被海鸥给吃了 这个看着响了 还有个什么鱼 这个看着响了 好样的 真是一块 哎 这 哎呀 这种就是吧 捡着宝藏了 这地儿就多了 找着宝藏 小的 嘿嘿 这一块e 哎呦哎呦哎呦 太水了 哎呦 诶原来 哎呦 主要它没有被开过的,就是活的,这个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形状也不错 然后我现在慢慢慢慢地掌握出了一点点小晶片 就是我大概知道什么形态的比较靠谱 这个底下有一些小虫子,也不知道是什么虫子,海里的某种寄生虫出来的 好像这些生蚝,它们死在那岸上,然后呢,这些小虫子就会冲上了 除了海鸥会吃的蓝以外,这些虫子也会吃,这个没问题,这个没问题 这个,它就有好几个长在一起了,这都没问题 工程过半已经捡了有这么多了,不过,我们还是再捡一桶去 捡了有,我觉得这都有20个左右吧,也不知道能吃多少 反正都给捡了,不吃的都浪费了,就都给捡了吧 然后吃不吃的都先给它烤了,再说我还做了蒜蓉酱 啊,我天哪,你看看吧,这其实都是生蚝 只不过,你说这一天的死多少生蚝,就在这个地方,这是野的 野生的生蚝,然后它们就死这么多 你看看,就满山遍野的,都是生蚝 这就随,慢腰,这真叫捡扇贝啊 呦,这大螃蟹,不是大螃蟹,小螃蟹 这真是捡扇贝啊,就随便你捡就是,就有一个 这个好难走,我觉得我的脚好像破了 咱回去待会把它都烤了,加上蒜蓉酱 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已经梦上火了 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我们要多刷点酱 多捡点蒜 你就找它一个最脆弱的地方把它 最脆弱的地方 话还是说的挺累的 夹住这儿 不,是这样子,你看 哇 好大 哇 然后它里面有一丁嘛,就跟那扇贝丁是一样的 等一下 要不然它一直连在上面 是这样子 然后就留一包 就留一包 中了,我这个第一个还没有 嗨 嗨 嗨 你看我这就碎了 我那汤还倒 汤不用倒,汤是新鲜的,汤应该留着 但是一会儿我们冲的时候,你把你那个就是刮一下 然后把它刮到 我实在是开不动 这还有满满一桶呢 这是我开的 鱼翅 鱼翅 你猴太大了 猴子有手 我需要吃个药什么吗 我没有 开猴太大了 好 来铁锹 铁锹 你 你 铁锹 你 你就来一口 你能吃蒜吗 香死你铁锹 来,你尝尝 你尝尝 吃吃 咸吗 我刚刚把那好刀放开了吗 看吗 好吃 好吃吗 好吃 好吃 吃啦 我改它一样 不错 鲜的生蚝 活的还在跳 你跟表舅说呀 嗯 想去我家 在家 要把你带走了 行吗 你今儿跟表舅走吧 行吗 他什么时候长着 夜里啊 现在也不觉得开始长了 没有吧 上来了 上来了吗 这潮能长这么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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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